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用辣椒做一个非常下饭的家常菜 辣椒洗净之后,控干水分 把头部往里一推,再往外一拉 辣椒汁就去出来了 放在盘中备用 一头大蒜,布皮之后 用铁砂掌把它拍成蒜末 放在碗中备用 另取一个碗,加一大勺的生抽 一大勺的香醋 再加一勺白糖 适量的盐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不需要放油 把辣椒放入锅中 用勺子压一下 让辣椒更好的附贴在锅里面 让辣椒的表皮形成一层虎皮 刚看出来的虎皮辣椒 是最香最好吃的 煎制成像这样的状态 产出备用 锅中放油 油温烧热之后 把蒜末放入锅中 煸炒出香味 接着把辣椒也放入锅中 料汁也倒在里面 盖上盖子 焖几分钟 收一下汤汁 焖制的过程中 要给它翻动一下 使两面都均匀的吸收汤汁 等到汤汁都渗入到辣椒里面 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哇 好香啊 辣椒这样做 三块钱就能够做一大盘 价格非常的亲密 而且非常的开胃下饭 就连挑食的朋友 一顿也能够多吃两碗米饭 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